好,那接下來我們就要來看的是Web Server 剛剛看過的Hello Server是 永遠傳回固定的訊息 你雖然可以改那個訊息 但是你不管網址怎麼變,它都不會變 那接下來要完整的Web Server 你可以從這裡下載 它基本上跟Hello Server唯一的一個不同點就是 Hello Server傳回的是固定訊息 Web Server是傳回一個檔案 那個檔案是根據你的路徑而決定 那我們看一下這一個Web Server的原理 大致上在這個 剛剛我們看到的那個錶頭 有可能是像這樣Get 拿一個路徑對不對 那這是一般的情況就是 沒有填表單的訊息 那如果有填表單的那種網頁 有些填的資訊比較多的話會用Post 所以這裡有可能是Post 有可能是Get 那如果是Post的訊息的話呢 各位要看到就是說它的傳訊息方式呢 就會從表頭後面才開始傳 如果是Get的訊息的話呢 它的傳訊息方式會直接從這個網址後面加一個問號 然後開始傳 那這是我們 Get和Post稍微不同的一個地方 這裡我可能解釋得不太好 我事實上 事實上在這裡可能會解釋得比較好一點 這裡也沒解釋得很好 所以我這一段 這一段 好待會再補充好 來 所以如果你的表頭有可能是Get 有可能是Post 這是一個比較要注意的欄位 的地方 那它的Content Lens 就是如果你有 如果你有要回傳Post訊息的話 必須要加這個Content Lens 那以我們的例子 我們根本暫時先不處理Post 所以就不理它 好 那你可以下載我們的整個專案 不只用這個程式 因為這個程式沒有包含網頁 那你就要自己再寫網頁 那你也可以下載整個專案裡面 我有放一些網頁 那我們先執行一次看看 給各位看看好了 這樣子會比較清楚 在這裡我已經下載完 用剛剛的那個專案 然後把它解開 那我先把這個ES1看掉 我重新編譯 好 其實組程式也只有一個 這個webserver.cs而已 編譯完之後 會有一個webserver.es1 然後呢你就執行這個webserver.es1 好 那要允許程序 好 這時候呢 你會看到 OK 我們如果在這裡 稍微縮小一下 如果我們在這裡 輸入 輸入這個 127.0.1 那這時候 那這時候你會看到 沒有東西 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這個檔案不存在 那如果今天呢 輸入的是 來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有哪些檔案 這裡有hello 然後按index 輸入的如果是 這裡有一個index檔案 那如果我在這邊 輸入的是 這個 分掉 另外 有問題 那這是什麼問題呢 我看一下 這個server好像沒有起來 那是不是有另外一個 在 連不到了 看一下 發生什麼事 連不到 剛剛可能有server在這邊掛掉了 試試看 好 好 我們再一次 試一下吧 好像怪怪的 Localhost 我有什麼地方弄錯嗎 等一下 有index hello呢 有人看出什麼問題嗎 來 從事一下剛剛的hello 看看 是哪裡的問題 這邊的hello可以 所以真的是web server的問題 來看一下 web server有什麼問題 我們來看一下 城市上面的問題在哪裡 直接用幾十本看一下就好 抱歉 知道各位知道什麼問題了吧 因為 我的port 這個城市的port 我設在8085 所以我們沒有去看城市就直接執行 難怪有問題 那這樣剛好也OK 我們試一次給各位看 好 現在我執行喔 我剛根本連不到 對不對 為什麼連不到呢 因為我的port是設8085 所以我當然就連不到 如果我今天呢 這樣子 我現在已經執行的web server 那我即使這樣 index.htm 他還是連不到 原因是 我是用8085的port 那這時候我應該怎麼辦呢 如果我的server是在8085 我應該這樣 用port加port8085 這樣就連到了 OK 所以這個錯誤也是剛好給各位一個 新 算是說web的嘗試 就是你站下哪個port 你這邊就要填哪個port OK 那如果你今天 譬如說你今天已經架了一個apache 他已經把80站走 那你的城市裡面就可以改用85 或者是你直接讓使用者在這個參數 web server後面加一個port的參數 然後你再去 就是比如說web server8085 那他就用8085 web server8080 他就用8080這樣 那這樣也會比較彈性一點 所以我們現在是寫實在裡面了 那如果我要讓他回到80port怎麼辦呢 我就把這個改掉 改變80 OK 我按儲存一下 我重新編譯 好這時候呢 你會發現8085這個會掛掉 那但是呢 原本的不加的會存在 OK 那不加的跟加80其實是同樣的意義 不加的跟加80是同樣的意義 所以最後他還是不加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們這一個就不只傳回簡單的htm了 我們還有傳回一張圖 就我自己的照片 你可以看到他其實光是一個這樣的訊息 他會跑出幾個東西 你可以看到 你可以看到 在這邊他有get ccc.jpg 有沒有 這就是找他跟跟server要圖 那server也就把那張圖傳回來 所以他不只可以傳 一般的網頁文字 他還可以傳圖 那基本上這樣的功能就是一個 算是簡單 但是完整的web server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程式 這個是剛剛的hello server的程式 我們來看一下web server的程式 這個web server的程式 我們現在已經把它改成80後 看一下 一樣跟剛剛的hello server寫法幾乎一樣 就是先站下TCP的80後 然後接受accept 所以這段其實幾乎是一模一樣 沒有改變 那有改變的是這段 http server 我們去本來http listener 這一段呢 他只是永遠傳回hello而已 接下來呢 他已經開始要傳回各式各樣的網頁 主要是以網頁為主 但是jpg這種圖形也要能夠傳回 那jpg這種圖形那些 他或者是mpg之類 他都有固定的那個 固定的type 你要在type填入正確的屬性才可以 那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我們在run的時候呢 就做兩件事 一件事是request 一件事是response 所謂request就是說 我接受浏覽器的請求 然後把錶頭讀一讀 那response就是根據錶頭呢 來回應適當的訊息給浏覽器 那最後就把它關掉 那這裡我們寫了一個函數叫send 這樣就不用像剛剛那樣子 要寫一大堆自傳 那我就要送什麼樣子的訊息回去 我就send回去就可以了 那我send的固定是用utf-8的格式 所以這個是只傳文字訊息的 傳unicode訊息的 那這裡呢有一個叫innertest的函數 這個是自傳處理函數 它會用來夾 主要用來夾什麼呢 夾那個get或post 到那個200ok中間的那一段東西 get和post就是這樣講可能不太清楚 來看一下這裡 你可以看到這個錶頭嗎 那我要夾出這一段 get到http這一段 我要夾出來 我才知道它的給我的網址是什麼 所以接下來呢 request這邊呢 就是先讀 讀進整個錶頭 讀完錶頭之後就結束 那response這邊呢 就是我要去取得get到http中間的那一段 那一段東西 也就是這個路徑 我要去取得路徑 取得路徑之後呢 我要把那個路徑給解碼 因為那個路徑可能有編碼過 譬如說裡面有中文 有奇怪的字符它就會編碼過 我先把它解碼 解碼完之後呢就會變成真正的路徑 真正的路徑 那接下來呢 我們去把這個路徑加到我的根目錄裡面 那我的根目錄目前就是設現在這個資料夾 所以其實就是把路徑跟你現在這個資料夾給合併 這樣子就取得真正的絕對路徑 那我就取得真正的絕對路徑之後呢 我就去看看說 你要取得那個檔案是不是存在 如果檔案不存在 那就要傳回檔案不存在 就error 那如果檔案存在呢 我們就要開始傳回表頭 回覆的表頭 http回覆的表頭 那http回覆的表頭呢 就是要傳200ok 然後內容的長度有多長 內容的型態是什麼 那這些資訊 那內容的型態是什麼 要根據你的那個路徑的副檔名來決定 比如說如果是點jpg 那我應該就傳回那個內容的型態是imagejpg這樣 好這是為什麼在這裡有一個 為什麼在這裡有一個這個map的原因 這個是讓我們可以傳回那個型態給他 那接下來呢 就是我開始去讀那個檔案 把那個檔案呢 用串流的方式讀進來 然後傳回去 那所以 我們是一塊一塊讀 一塊一塊讀 每次讀4096 如果不滿4096 那他就會結束了 如果超過4096 他會再繼續讀 那這樣才不會耗用太多記憶體 主要是這樣 讓這個程式的效能會比較好 不會耗用太多記憶體 否則如果有人跟你要一個檔案 那個檔案有5G 那你的記憶體就爆了 所以如果我這樣寫的話呢 有人跟我要一個檔案 那個檔案有5G 我每次還是只用4K去應付它 那我記憶體不會爆 這是為什麼我只用4K的原因 那最後呢如果有任何錯誤 我都傳回404L OK 我都傳回404L 那這樣子 瀏覽器上面都會顯示檔案找不到 那這個Type呢 就是在處理剛剛的這一個 這一個Type 要決定它到底回傳的檔案格式 是什麼樣的格式 那我會從這個MAP裡面去取 從這個MAP裡面去取說 OK如果是NPEG的話 我就傳回VDO-NPEG 如果是JPG的話 就傳回Image-JPEG 那如果是HTML之類的 HTML 我就會傳回TEST-HTML 這個 這種 什麼檔案對應到什麼格式 這個叫MIMI 這是HTTP 的 一部分 所以呢 我們這樣子的程式 你就可以去執行看看 那你可以修改一下 你可以把它 你剛剛寫的 比如說你做一個自己的簡介 有表格 有任何的 只要你會寫HTML 你就可以放上去 那 所以像我可以馬上加一個試試看 我如果今天呢 新增一個 OK 不要新增這個 我今天呢 我馬上抓一個Yahoo的首頁 我抓一個新聞之類的 好 我隨便抓一個新聞 好 我們隨便抓一個新聞 台灣孤島求生 台灣孤島求生 好 那 它下載完之後呢 我們可以按右鍵 另存新檔 然後把它存起來 那你這個網頁就會是一個完整的網頁 OK 這是一個什麼都有的 我把它另存新檔 另存新檔就存在我們剛剛的這個 CCCCS的WebServer這個資料夾 那我這個就叫做news好了 news1.htm 那我們把它存起來之後 你會看到這裡 它是不是 沒有存到這裡嗎 那我存錯 存錯網頁了 有啊 CCCCSWebServer news1 OK 好 看一下 有 news1在這裡 我們點一下 我點一下 這樣子是用 用那個 就是 local的方式在看 那你會發現它看的跟那個 剛剛的不太一樣 對不對 因為那個 它有一些連結的資源 是用相對路徑的 那個可能就 就會跑掉 所以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但是呢 還是可以看 那我們呢 如果 如果把這個存起來 然後 我 我直接在這邊 打news OK 你也會看到同樣的結果 OK 所以它真的是 有 有 怎麼講 就是那個 那個 WebServer的效果 那當然你 你存起來 這個會覺得 不太好看 如果你自己寫網頁 讓所有的資料 都在你這裡面的話 就OK 所以我們可以在這邊呢 自己寫一下 自己寫一個 比如說 table好了 我複製一個 這個叫table 好 那我們 開啟一下 好 這邊呢 你就可以 比如說我們用剛剛的table 然後 tr OK 那姓名 注意 這個要有 td 或th 好 那一般來講呢 th 是用來做 欄位名稱的 就是head 然後td 是用來做 那個內容的 好 好 那我如果把這個改一下 好 那我如果把這個改一下 這邊改圖片 好 相片 好 然後加一個影像連結 放在這裡 好 那你就會看到我們的 table的結果 好 這邊如果我這邊改 table 好 那你就會看到這個樣子 那當然這個樣子還不是很好看 所以這時候就要靠像 CSS這樣的 的 東西 就是說 我如果加95% 那它的寬度就會變95% OK 這樣子 那如果你今天呢 加上 加上 啊 CSS 的語法 就可以讓它變好看一點 比如說th 我要讓它 變成 黑底白字 好 那就 那這就是CSS的語法 那你就會看到這個th 變黑底白字 那 我要讓它的border 變成collap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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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編界呢 把它取消 然後 你也可以 啊 讓 比如說 滴滴 指定 滴滴的 顏色 OK 那這樣子它會變藍色 那當然你 隨便啊 可以用各式各樣的方式 讓你的網頁變漂亮一點 那這就是html的部分 這個時候 之後我們會 再 專門有一張 專門講html的部分 那 各位先試試看 先試試看你的 的 web server 然後想辦法先 了解一下 web server的內容 好 order等1 這樣它就會有變 變框出現 變框 我弄到body 應該用table OK這樣就有表格 變框出現 其實它很寬 但是我們的照片很小 那你可以說 OK 我這個th呢 我這邊呢 要width等於50% 那它就會變得很寬 類似像這樣 你可以去調整你的html的內容 這樣還是不夠好看 可以弄得很好看 好 那這是重點不是再好看 我們今天的重點是這個程式 所以不要搞混 我的重點是這個程式你要看懂 你要能夠弄清楚到底我們 一個web server的運作原理是怎麼樣 好看是後面的事情 我們現在要先學會的是web server的運作原理 請各位試試看 仔細的去執行看一下這個程式